亚太金河组织APEC会议预计在11月5号到11号在北京举行 北京当局近期大幅增强安保级别 除了加强安检之外还持续抓捕访民和异议人士 也宣布11月7号起放假6天停止上班上课 小商户从11月1号到13号停业 APEC会议前夕北京当局增派警力 除室内公共交通系统安检加强外 至11月13号 长途客源系统也将提高对驻京旅客的安检力度 并重新推行实名登记制 大陆媒体报道 北京中高收入家庭纷纷逞机外游 那个时段出警游办证数量超过暑假高峰 上周在北京召开的四中全会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访民聚集北京上访 APEC会议前警方持续大扫荡 每晚搜补访民聚集的旅村 北京当局宣称要整理市容 在7月底以阻阶等原因 强拆近百个合法报刊厅及赶走街上早餐车 市安检局日前通告 下月起全市散装汽油停售 被指要限制流动小贩及减少电单车 新唐人记者雄斌舒灿采访报道 新唐人记者雄斌 小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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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账